第195集 白木槿深深一拜 陈谢主隆恩 无皇万岁 今日算是不须此行了 若是没有白氏族和陆氏这么一闹 可得不到如此好处 他以后就是自由之生了 自己开府 即便名义上还是白家人 但是白家只是侯府 怎么敢要求堂堂郡主为他们做什么 孝道来压人 只可惜今日一出席 已经彻底断送了他们的后路 从此谁还会相信他安平郡主是不孝之人 皇上挥挥手 今日之时到此为止 朕也乏了 你们归安吧 恭送皇上圣家 宣王带头送人了 其他人也都跟着跪了一地 恒盛的圣驾离开了白虎堂 白氏族的一颗心总算是彻底落了地 白木槿在陆老夫人的搀扶下站了起来 跪了这么久 的确很累 不过看到陆氏母女有这样的下场 跪一会儿也是值得的 白芸汐恨夺了白木槿 你以为自己赢了吗 你等着吧 别怪做妹妹的没提醒你 妹妹 也许向你们主子带句话 本宫等他们放马过来 说我会眨一下眼睛 就算我怕了他们 白木槿笑眯眯道 白芸汐大惊失色 帮忙掩饰 我是什么 我哪里有什么主子 我可是白家的小姐 以后别向别人介绍的时候 千万记得说 自己是白家庶出小姐 别上声误会了 白家真正的小姐 只有本宫这个郡主 白木槿里里一山 轻飘飘的 白氏族冷冷地弯了一眼白木槿 郡主 汐儿永远是我的女儿 这一点无论她是庶出还是敌出 都不会改变 白芸汐惊喜地看了一眼白氏族 果然父亲还是最疼爱她 白木槿以为赢了这一次 就彻底赢了吗 她总会想法子 把母亲再度扶上正式的位置 不可能永远都做庶女 只要父亲还重视自己这个女儿 白木槿就休想击垮她 白木槿微微一笑 并没有丝毫的尴尬和难堪 这是自然 是父亲的血脉 还能有错吗 对了 麻烦父亲转告一下 陆姨娘 离还款的期限只有二十天了 抓紧时间吧 你知道 女儿我也不想闹得大家脸上都难看 白氏族气得喘气声都大了起来 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现在她是被贬施的侯爷 和郡主又插了一大截 若不是站着父亲的高位 恐怕连和白木槿平等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她愤然拂袖 拉着白芸汐就离开了白虎堂 却听到凤九卿咳嗽了一声 白侯爷 您的三十丈庭还没受呢 还请您稍等片刻 与临位的人去准备了 领完了再走不迟 白氏族脸色通红 像是要滴出血来 他本以为这件事情皇上走了 也就没有人提了 就连自己都忘了这一茬 可是却不得不停留在白虎堂里 庭杖是皇上下的指 他可没胆子抗指 白芸汐却讽刺地看着白木槿 你不是大笑之女吗 怎么这会儿不向王爷求情 免去父亲屏障呢 要知道三十下 可是王父亲窝闯一个月的 这是皇上的圣职 王爷即便再有权利 也无法抗制不尊 这点道理 还要本宫教你吗 说妹妹真心心疼父亲 本宫倒是有个法子 父亲受停障时 妹妹可以当成肉店 好帮父亲挡去一些皮肉之苦 你 你就是假装孝顺 你这是虚伪 虚伪至极 妹妹 本宫可以揉你一次两次 可绝对没有第三次 以后在本宫面前 还学不会用禁语 再和本宫一五喝六的 就别外本宫不顾姐妹勤奋 责法于你了 白芸汐赤红双目 还想继续反驳 却听白氏族呵斥道 够了 这三十丈 笑不了我的命 你们都不要再说了 说着就趴在了 与林卫搬来的长条板凳上 掀开衣袍 准备受刑 父亲 女儿可见不得如此场面 就先告辞了 我会吩咐白府的下人 好身护着父亲回府的 也会招呼二娘 不 如今是母亲了 在府里备好商药和软铺等父亲回府 白木槿面无表情道 眼里的讽刺之意却十分的明显 想要她的命 那就别怪她无情 白氏族恼羞成怒的瞪了她一眼 我就算死了 也不用你扶一下棺材 君主的好意 臣 真是受不起 父亲 您这话可实在是折杀我了 养育之恩 如何能不报 我和承儿都是您的孩子 自然得给你养老送终 白氏族听她刻意地 将送终两个字说的意味不明 便知她在诅咒自己死 想要跳起来骂人 却被雨林卫的人给按在了凳子上 侯爷 这板子还没打呢 您不必害怕 一会儿就过去了 麻烦您配合属下们一会儿时间 放心 我们定会看在郡主的面子上 对你特别有待 白木槿笑了笑 对瑞嬷嬷使了个眼色 瑞嬷嬷便掏出怀中的两个荷包 递给让雨林卫的士足道 这是郡主的一点心意 就麻烦二位手下 留情了 千万别把咱们侯爷打残了 你们手里得有个轻重啊 那两人看了一眼凤九卿 见他点点头 才敢收下 猫跪地谢恩道 多谢郡主赏赐 小的们明白 绝对会好好照顾侯爷的 至于是哪种照顾 就不必对外人言了 白氏族和白芸汐 是不敢多做什么辩解 因为白木槿 从始至终 都没有说一句过分的话 白木槿交代完了 就对凤九卿欠了欠身 多谢王爷 臣告退了 凤九卿朝他笑了笑 没有说什么 白木槿就转身离开了 在他走后不久 白虎堂里就响起了 白氏族杀猪一般的惨叫声 就连羽林卫那些 见惯了酷刑之下 惨叫连连的人都不禁叹息 这白氏族的叫声 真的是能够吓死一头老虎 可惜的是 没有人同情他 谁让这是他们主子 给宁侯的特别优待呢 其实没有下多众的手 按照他们打人的水平 这三十亭杖 足足可以将白氏族打成残废 终身卧床 可是郡主交代了 不可以打残了 所以他们只是在 往那些肉多 打起来又痛 却伤不到筋骨的地方打 白氏族是被人给抬回去的 脸色煞白 若不是心口起伏不定 大概还会以为他已经死了 白芸汐在一旁哭哭啼啼 还真像是那么一回事 凤九卿离开了白虎堂 却往草炉去了一趟 恰好凤子涵也在那里等着他 九皇叔 侄儿等你许久了 来喝杯茶吧 先生这里的水 甚好 凤子涵倒是不慌不忙的 还有闲情意志在这里烹茶 凤九卿也没说什么 安安静静地坐了下来 端起一杯茶 轻轻地闻了一口 才去喝下来 果然是好茶 只可惜 煮茶的人心太急了些 所以未免湿了些茶香 凤子涵面色并没有多大改变 也端起茶杯喝了起来 好一会儿才到 九皇叔是真打算帮他呢 你究竟看上他什么呀 凤九卿眼神一冷 语气不善道 什么时候本王的事 轮到你来操心了 九皇叔 咱们可是一起长大的情分 这么多年虽然是殊职名分 却情同手足 难道抵不过一个 相识才一年不到的人 凤子涵的眼神 也变得犀利起来 原本就冷淡的脸 看起来更多了一层寒意 凤九卿茶杯往小脊上一放 才笑着道 这一点也不冲突 本就不是什么深仇大恨 你何苦要纠缠不休 九皇叔 不管如何 这仇已经结下了 侄儿也不可能收手 怎么选 全在您 凤子涵本就不是多话之人 所以只简简单单的 将自己的态度摆明 当日众人面前一跪 他已经不可能和白木槿 善罢甘休了 凤九卿勾起一抹轻笑 认真的看了凤子涵一眼 本王这是最后一次 容忍你对他下手 绝没有下次 收不收手 也全在 这就是没得让步了 他要护着的人 绝对不可能让他受到任何威胁 今日若不是他奇高一招 那么白木槿很可能 就会被白家的人指之死地 即便皇上不断他的罪 只要拿掉郡主的头衔 白家人有一千种法子 刻意地让他丧命 火场里满脸通红的白木槿 冰水中面无人色的白木槿 酒醉之后 哀伤无助的白木槿 他一次一次在白家人的手里 命悬一线 现在竟然还要被自家人和外甥 联手对付 这是他绝对不能允许的事 凤子涵盯着凤九卿 眼神冷冷的 嘴唇紧抿着 他不相信凤九卿会在自己和白木槿之间选择白木槿 不都说女人如衣服 兄弟如手足吗 你真的被他迷惑了 他不是你想的那么单纯无辜 凤九卿嘴角露出浅笑 仿佛在想着什么 凤九却端起杯子 抿了一口 嗯 大概是被迷惑了 若真的是单纯无辜 说不定他还真的是一点兴趣都没有 有哪个女子像他那样 敢在身陷危机的时候 屠杀七八个凶徒 冷静又毒辣 毫不手软 他至今游记的那一夜 他眼里是血的残冷之色 凤子涵看着已经深陷迷雾 不可自拔的凤九卿 真的是恨极了白木槿那个臭女人 他明明记得 凤九卿过去对任何一个女人都不屑一顾的 怎么偏偏会被那个女人给迷惑了 九皇叔 你不要执迷不悟了 他给你下了什么迷魂伞 美丽的女人多了去 你怎么不去看看别的人 比如说锦瑟郡主 他不仅生得漂亮 性子又温柔和顺 知书达理 堪称女子中的典范 凤子涵很少一连串的说这么多话 还如此生动的说给凤九卿听 凤九卿点点头 笑嘻嘻的 嗯 怎么办 本王就是中了白木槿的迷魂伞呢 大概 无药可救 凤子涵气得脸都红了 这九皇叔明明是个聪明人 偏偏这事儿如此糊涂 那白木槿无论怎么看都不是省油的灯 心机深沉 做事不留情面 连自己父母亲都能够算计 怎么会是好妻子 将来必然不安于事 说不定会做出什么 有辱门风之事 那就毁之晚矣 他坚决不能容忍白木槿毁了九皇叔的一辈子 更何况太后一直都属于锦瑟 做宣王妃 锦瑟和楚君王府的关系又十分的亲善 将来他和九皇叔会是一辈子的交情 凤子涵冷哼了一声 哼 九皇叔 我知道你只是一时新鲜 那样的女子不适合做妻子 你若只是逢场作戏 倒没什么了不得 可千万不能认真了 哼哼 子涵 你什么时候见过本王 对你跟女子逢场作戏过 他过去可是对女子避如水火 甚至做了许多恐吓他们的事 凤子涵一愣 他就是不愿意相信 凤九卿真的喜欢白木槿 他横看树看 也看不出白木槿有什么可爱的地方 除了脸蛋好些 好有什么呢 都说娶妻娶嫌 脸蛋好有什么用 凤子涵抿了抿嘴 终于还是问道 若是我执意要除去白木槿呢 那就要看你有没有那个机会了 凤九卿倒也没说什么狠话 有些事儿不需要说得太明白 他已经给凤子涵很多次机会了 凤子涵微微的眯眼 侄儿明白了 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 九皇叔会迷途知返的 丢下这句话 凤子涵站起来告辞而去 独留凤九卿还在原地 细细品味着手中的茶 眼里却闪过一抹欣慰 迷途知返吗 好像他从来都是喜欢一条道走到黑的 片刻之后 曾明熙和陆清云也从外面进来 陆清云一脸贼笑 看着凤九卿 王爷 您刚刚那算是称情告白吗 硕士被我表妹听到了 不知道她是什么反应的 曾明熙冷哼了一声 无非是从此以后 和王爷划清界限 老死不相往来而已 你怎么知道不是感动 或是亲心相许 郡主可不是那等轻浮女子 王爷莫要吃心妄想了 是本王吃心妄想 还是明熙兄 你自作多情呢 曾明熙气哼哼地看着她 好容易才压下 要和凤九卿 比划比划的冲动 谁自作多情 日后定会有个分晓 到时候 明熙兄千万不要哭鼻子 哭鼻子的人 恐怕会是王爷 你们谁也要哭鼻子啊 老夫好些天没见到你们了 都忙什么呢 我后面那些鹅 都没人喂了 还有啊 东方玄不知道 从哪里跑了出来 就开始喋喋不休起来 三个人对视一眼 都有一些头疼的感觉 还是凤九卿最有法子 对付这个老先生 折扇一展 潇洒道 老头儿 最近我们都在忙您的终身大事呢 东方玄一惊 恼怒地瞪了一眼凤九卿 骂道 臭小子 九叔你 最不遵师重道 我这么大把年纪了 你还拿老夫开玩笑 是不是翅膀硬了 这的老夫 拿你没法子 我可没跟你开玩笑 呼吸你问清云和明熙 最近啊 我闹黄姑 你知道吧 这是福宁公主 从南边回来了 您不会忘了 我皇姑对您老 可是一片痴情吧 得得得 你们还是早些离开草炉吧 老夫这里 没地方 招待你们 说着就要跑路了 走到一半又回过头来 警告 凤九卿道 福宁要是回来了 你千万记得要说老夫去远游了 说完这话 就再也没有见到他的影子了 三个人对视一笑 露青云道 皇爷 还是你最有法子 不过说真的 老徒子一把年纪了 身手还这么明显 难怪福宁公主 昨年来对他念念佛 我吓唬他而已 皇姑可没空回来 曾明熙也笑了 指着凤九卿道 对付老头子 还是你最有办法 不过 你说老头子这么多年一个人 是不是有什么缘由啊 凤九卿摇了摇头 表示自己也不清楚 反正东方玄一辈子都是老光棍 听完老头子年轻的时候 也是玉树临风 潇洒剔躺的公子哥 而且还是隐世不出的某个家族的神 却落了个终身不娶 着实有些奇怪了 陆金云却突然叹息了一声 听说支撑要回来了 只是我们和子涵 却变成了这个样子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